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石即是竹塞谋道 这句话出着于《诗经》小文篇 做房子 而与走路的人商量 是不会有何好结果的 浩高树名言 喜欢标榜自己的虚名 宋人以论未定 兵以道合 这件事就多以捆借当时不宋的形势 来分析这件事件 希望是可发挥投降 这件事件发生已在公元1126年 宋音中正康元年 正经历的初言 金兵倒到黄河北岸 守兵溃散 朝中的大臣议论纷纷 到初四时任命李光做东京留守 但当时另一派人 就是李邦然 身居上围 竟然只将逃亡 结果在初六天 金兵却到黄河 初七就围攻北京变京城 宋政府一面抵抗 一面牛河 实际上以和为主 所以这件事后来人认为 这个空谈五角的教训 所造成一种误会 造成一种国家破灭的人 所以废音而终被金兵露走 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 拖乙群借此恐吓南铭 恐吓时刻 要投降 因缘 缘着镜 引身为一种借镜 恕情 发生于因相灭下的时候 应该以下亡为尖尖 语出于《诗经》的大雅荡篇 领袖 当然是写领导 至架最高的决策者 心为宗旨 心入地去通盘考虑 寧忍起肯 随俗浮沉 随波逐流 没有一定的见地 可东可西 这个意思之后 西就指进攻陕西的理智城流产 东就指向南铭 攻打南铭 遮痴而好 威合 西可凡 这个讀行 信息 极短暂的时光 别斩幻间 称为叫做信 识 一呼吸的时 重 即加重 古觉 这个古觉是指旧时的国 即是指南铭 即是明朝 晚间 士大夫 号高树名义 而不顾国家之急 每有大事 折同触写 识宋人议论未定 兵以道河 可为恩铭 先生领袖名留 主持自计 必行心为 宗旨 令人随俗浮沉 取写用为 应早审决 兵行在职 可西可东 南铭江蜜 在此一举 愿诸君子 同以土财为心 无贪一身信息之荣 而重 而 重 顾国无穷之和 为乱神财子所笑 遇实有口望言 这个时候 胎菌 还用一些历史的事实 来说明 去劝小范图行 他说 最近有一班士大夫 只喜欢一种标榜自己的名语 要建立自己的声语 他根本上没有理会国家的危险 每逢有什么大事 他们立刻去问 好像什么 好像见到那样 好像起楼一样 他去问这路人 有什么意思呢 例如以前的宋朝 当时宋人议论纷纷 到底是道河好呢 还是投降好呢 还是来对抗金人好呢 议议纷纷都未曾提定 第一 金兵已经是道河入侵 不送了 这件事 可以给你们的明朝 作为一种借监 一种举例 先生 这个先生是指谁 即称指名是士奥法 是士奥法理领导什么 这个南明 成为其中一个群伦之手 你主持一切大局 你应该能够深刻认识到 整个局势的变幻 始终已经有问题了 为什么忍心去附加 随续浮沉于 这里和一班人来建立了 南明局面呢 是否彩是否石 你应该早就作决定了 现在我们的军队 现在我们的军队 即刻可以进行 可以向西攻打这个什么 李智诚的创作 但是可以转过来 攻打南明 你们南明的国家 安危在职 在此一瞬间 所以说 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希望君子 希望士奥法等人 应该以讨策为之心 不要贪念一时的所谓的荣耀 以荣耀来恐吓 希望法 而应该要不要加重国家 什么 无穷的祸患 避免将来被那些乱神察子 反而在此笑你们 我多义反实在厚望你们 早点归上我们清朝 这番说话 显然多义反 是用重兵施压南明的 静势之下 要逼小国法投降 既有之 为善人能受善业 敬步福心 处闻明教 光天在望 燃起为路 书不尽意 选字通话路 最后 最后引起一篇离记 的说话来圈 使用过头 所以他说 既有之 即离记 有这样的说话 他说 只有善人 才能够接立善业 作为善人能受善业 到底法行是否善业 大家已想到 所以他说 敬步福心 我诚恳地 表露出自己的心意 处闻明教 即是在等待你的次教 这就是文章内 书信的一种形式 光天在望 即是长江为临天空 很美 在我前面已经看到了 言其为路 说 期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 回音 书不尽意 一篇短短的文章 不能够说尽我的心意 这番说话 亦都令到斯科法很大压力 引这个礼经的 为善人能受善业 来分析这番说话 令到斯科法 一个很大的创伤 很大的悲痛 到底斯科法怎么回答这篇文章 我们看看 在1644年的时候 5月28日 吴三桂引清搬入间 去攻打李治城 当然了 李治城的厂拆大弊 很快就去七日之后 多云快就指缚大军 直驱长入北京城 然后11月份 就荣雅顺治帝 即是福林 入京 成为入中国之后 第一个皇帝 当年是七岁 做了二十四岁之后 整个期间 用的善策就是 以满汉合作作为一个重点 当时也有一大批 满汉族人 投降给满清 包括有范文晴 雄城囚 这班红雀 帮助满汉政府 使用这种心理战术 当时范文晴 提出的是 一个理由是 代君赴报仇 剿灭流寇以平天下 来订出这种策略 入关时证明 所有军队 绝对不能够抢来 任何一物或杀一个人 恢复所有的官位 和民间所有的人 都恢复自己的义 同时 如今成为之后 首创者 是升一格天人 入京后 将崇清皇帝和周皇后 发丧 用这种方法来到 令到尤为 唯有汉族人 便加税一年 让农民能够安定 大家认为 好像满汉一体 他唯一家 这样认识 后期入关后 多义菌为了要对付南明 当时南方 明朝也有几十万军队 可惜这班人 例如马士英 左朗玉 他们便在大家互相互争拳 同时福王 这个自由生 拜祭后 要跪着选他的妃笨 对于国家大事 结果不能够负责 去平定国家 也没有深处理国事 加上马士英 所以这班人结党专权 令到整个名室 南明的局面相当混乱 当年南明始终希望能够 跟满清政府平分 即是南面 常国越南是明始 北面是满清所统治的 这样做法 用贵赂方法 用十万万黄金 一万匹券送去北京 送给清政府 但清政府根本上 不是自在这些问题 他自尽如何统治整个中国 他唯一恐惧的人物是谁 就是史可法 因为史可法是很受 当年南明的神民所拥帝 所来奉送的 亦因为当年代有 吴森季的问题 结果呢 帮助了满清政府 能统一整个中国 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很难令到 史可法能够可以 在这个环境之下 来对抗满清政府 因此以故 史可法是需要另一篇文章 写来怎么去答复关于 多云菌这篇 所谓的《智史可法》书 这道《智史可法》文章 很多人都认为 不是多云菌写的 多云菌文章是怎么办 都没有办法好 过一个当年代的李文所写的 他在文章上 可以说是非常之厉害 他文章被人称为文妙当事 他所用的措施是非常之技巧 而且是很有表面的一种功势 可以说 他可以说 清政府 可以说是什么 表面上 那时很仁义道德 实际上是通谍 可以说 你看看 他曾经在文章看到 他可以说 语言兼私 威逼利友 可以说 李文这篇文章可以说 唯苦作餐 当然我们是不同意他 这样来寫文章 骂《智史可法》 但实际上 他的篇文章是寫得相当好 你可以做这种 寫文章的技巧 故事列为古文观之 亦不失为一篇 是值得我们去读的篇文章 不过就是 他可以说 考夺天宫 用词很厉害的一篇文章 至于另一篇 《智可法》 如何回答他 禁写得这么厉害的文章 我们下一次再讲 快去看 我们下一次 大家看 我们下一次 感谢观看